2023年9月25日,根据中国网友分享的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习教授,中共国经济学家陈志武在E-NBA的课堂上展示了一张PPT,该PPT指出,中共已重返战备驱动型经济模式,其投资和发展的重点是军工,卡脖子科技,人设安全,退林海庚,供销社,大食堂,低端消费等,这一切似乎都是围绕着为中共经济崩塌及其与西方的军事对抗做准备的。 早先有媒体报道,陈志武在今年7月5日举行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议会与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有关中共国经济走势的论坛中,也提到了类似的内容,但25日流出的PPT增加了卡脖子科技作为投资和发展的重点,这似乎是针对美国对中共的科技脱钩,反映了中共试图突破西方科技封锁的狼子野心。此外,最新的PPT还补充道,say goodbye to告别高端消费,大城市战略和个人致富,这也许可以解读为 中共已开始为其打台湾战争做最坏打算,一旦中共经济崩溃,习近平攻打台湾,中共国业海城市也将因中共攻台而被摧毁,中共将借机把老百姓的个人财产充公,中国老百姓辛勤劳动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将化为乌有,不论如何,只有消灭中共,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在中华大地上演。 共产党,我的利益共同体,我的家人就代表了国家,所谓的国和家是什么?国是我,这个家就是我的家庭,你们这些人都是外人,就是奴才。 王岐山说的吧,中国人可以吃草13年,你美国不吃牛排行吗?现在已经开始让你们吃草了。 供销社的诞生和极端隔离清零,二十大的召开,以及把所有的私有制彻底给你变制,就是国家控股, 还有把你抓起来消失,和以各种罪名把老板抓起来。习近平一定会把所有中国私有制消灭掉。 用自残的方式,让美帝国主义,让他们经济倒下来,把二十万亿的钱一分不还。 然后呢,美国已经依靠中国经济讲故事的时代结束,让美国的股市会势双双倒下。 然后要和中东,非洲,没有民主的国家,或者是所谓皇帝制的国家,进行长期的永久的合作。 长期的维护我共产党的在世界领导地位,和领导中国的这个政治权利地位。 用经济制度把过去所有的钱全收回来,而且共产党内部已经在一年前说过,要把过去几十年的财富全部给你查清楚。 那些明星啊,老板走着看,到明年五月份以后你就知道郭文贵说什么了。